用試試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那麼在中國跟美國的貿易戰開打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段時間 全球的金融市場也跟著大幅度的波動 這個波動當中 我們在上回特別提到了 五個關鍵性指標 包括美元指數 包括VIX恐慌指數 還有包括這個比特幣 同時也包括美國的三十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包括ETF 我們看到這五大指標當中 第一個突破五大指標的弱勢是 美國三十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那麼現在到了三點零二五 那麼超過三 這是在金融海峽之後 比較值得大家注意的焦點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殖利率到了三以後 那麼市場上對未來的通膨的壓力 那麼大家對整個在中美貿易戰之後 對原物料的上漲 現在看起來有所警戒 我們看到美元指數是有明顯的上升 現在到了九十以上了 我們也看到油價在敘利亞危機當中 現在中東情勢在緊張 那麼現在油價直逼七十 所以這個也對整個市場的通膨壓力 帶來一些這個大家心理上的恐慌 這當中我們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未來這段時間 其實市場上大家可以高度關注 我再把美元的指數給大家溫習一下 大家看到這一條紅色的這個下降趨勢現在是連線 那麼在基數分析當中大家可以看到 當美元在八十八點二五三 那麼他在足底 現在這個足底以後 這個連線是每天慢慢的下滑 這個下滑現在連線到九十二點八一九 那麼大致上在三到六個月之後 連線會開始慢慢走平 走平以後後面非常注意的 當美元如果到他現在從川普進白宮之後 一百零三點八二 那麼開始往下走低 到了這個美元開始走強以後 他很可能是有一番的這個多頭的走勢 那美元走上多頭之後 其實最近很多朋友 他們都告訴我 他們悄悄大家在買美金 為什麼現在美元是在一個足底的狀態 應該是紅低 切入美元的比較好的時機 而如果半年後 美元開始出現明顯的漲勢 那全球金融市場 可能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回檔 這是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也就是我一再的用這個美元的指數 跟大家來報告 大家看到這條線 現在美元還是在這個連線下彎 這個下彎大致上是一個往下的跌勢 但是他美元已經不再下跌了 所以他是在足底 這個足底等到所有的金線 開始走平 變成一個多頭排列的時候 這個也許到二零一八年的這個連中 或者是二零一九年 他很可能會形成一個對新興市場極大的殺戮 這個可能是美國對中國的金融大戰當中 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貿易戰事情小 但是後面的經濟戰 這個叫經濟戰 也叫科技戰 同時更是一場金融大戰 這個金融大戰 其實美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段時間大家可以看到儘管川普對中國出手 但是美國的道琼指數 其實這段時間從二月的下跌之後 到現在為止 他並沒有跌破二月的最低點 包括納斯達克 其實他是在高檔震盪 所以乍看之下 我們看到二月份是恐慌指數到五十點三 現在恐慌指數大約在十八 所以市場上沒有感受到這種強烈的震盪 我們看到最近的臺幣 從二十九點零三五 現在回扁到二十九點六七 大致看起來 臺幣現在是一個左扁的態勢 但是我想對臺灣來講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也就是臺幣在資金 匯入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它會升值 那資金匯出 這段時間外資大賣鴻海 大賣臺積電 那麼造成這個 我們看到股匯雙殺 臺積電這個在最近賣的十二萬張以上 臺幣開始回扁 這個回扁其實對臺灣來講不見得是壞事 也就是臺幣慢慢要能夠承受一個市場的震盪 那麼就是該生兒生該扁就扁 那最近最看到比較可怕的是 鴻海股價不但破底 在這個禮拜 它跌破八十 我們看到FII準備在上海掛牌 理論上這個報紙講說洪家軍開趴 但是看起來不是那一回事 我們看到這個鴻海在香港掛牌的富志康 他的股價已經從二十七塊七掉到一塊三 大概已經跌到剩下五趴左右 所以這個情況看起來是非常危險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到去年的洪騰 他特別是在香港上市 但是股價到了七點三八 現在又掉到兩塊八 所以這個跌勢都非常顯著 也包括最近我們看到的 這個先建生先生的這個冠節科技 其實他從九塊八馬五 現在跌到零點九八 也大概剩下十分之一 所以最近我稍微把這個台商 到大陸去掛牌的公司 稍微仔細看一下 大部分都是很慘 所以大家看到鄭民中主委特別講到 他說有很多人想要在台股下市 到A股去掛牌 大家看到從最早的國翔智能 一直到後面的我們一大堆公司 包括施米克 或是到現在的漢中 這些公司 其實早期到A股掛牌的公司 股價表現都不傑出 這個從A股 從臺股下市到A股掛牌的頂潔軟件 股價最高一百三十八點八五 現在一度最慘掉到十塊四毛七 所以這個情況 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對臺灣來講 臺幣在過去一段時間 大幅度的升值 但是我們二零一七年 臺灣的GDP 成長率 今年二點八六 而去年的失業率十三點七六 二零一八 大概成長率會到二點四億 我們去年的出口三千一百七十六億美元 大概成長十三點二 這個在過去一段時間 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臺幣大幅升值 但是我們出口表現 並不差 今年第一季 臺灣的出口 有總值七百九十七點四億 大概成長百分之十點六 所以臺幣的升值 其實上市貴公司也交出一張非常好的成績單 中國道路 現在公布第一季的這個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六點八 那麼最近因為中美情勢緊張 那麼我們看到人民幣升到六點二七三之後 現在大致上儲穩在這裡 所以人民幣的升貶 最近也攸關到中美經濟大戰 那麼在這一場中美經濟大戰當中 我特別今天邀請到我們老朋友換手 我想今天我讓他一個人 來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在最近的川普一連串的 包括對中興通訊 他揮出的重拳 七年之內 美國不得銷售高階 關鍵零組件給中興通訊 中興通訊的董事長 那麼英董事長特別召開十分鐘的記者會 他說這樣的一個懲罰 他會讓中興通訊休克 中興通訊現在股票停牌 到現在也不知道如何走出下一步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 我特別形容在未來的全球 大概是進入都市之秋 周美是貿易戰 同時更是經濟戰 也是一場持久戰 這當中攸關中美在全世界的話語權是霸權爭奪戰 所以最近我確認很多朋友去看川普的自傳 其實他已經把怎麼對付中國 包括Peter Namoro的這個 他的在在致命中國當中的他的著作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川普現在的核心 Peter Namoro 他在白宮當中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最近我們看到當中美貿易大戰開打之後 中國擺出不惜一戰的態度 他說美國不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要美國賢崖勒馬 所以你看到一張漫畫 這個漫畫 他說美國已經走到懸崖邊 中國只要從後面踢他一腳 美國就掉下去了 為什麼還要欠他懸崖勒馬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漫畫 所以我想川普選擇在在習近平把國家的主席的任期 總書記這個時候的任期都延長之後 我看到民主視野 他把一張照片是習近平當皇帝的這個照片貼上去 但是我最近看到日本 日本的一個作家 他說石板民夫 他寫了一本書 他說共產中國最弱的帝王 這跟大家想像可能不太一樣 那大陸的網站 維尼延年來了 他說網友說黃民多了十三億 這個是我們看到習大大在在大一統江湖之後 我們也看到包括這個是孫政才 在最近北京受審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他已經極大權益生 那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人告訴我 在習主席在正式一統江湖之後 兩岸關係會虛緩 但現在看起來是更緊張 所以我想在目前的關鍵時刻 我們請煥酬先生來跟大家好好聊聊 未來的這個中美關係 包括未來的臺灣 在這樣的一個情勢下 會出現什麼的演變 我們請煥酬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好 我們這一局你現在怎麼觀察 我想剛才我已經鋪陳一大堆了 對 我想剛才主持人已經把這個 怎麼講呢 我覺得是已經把這個單一 很多單一的事件 比如說這個美國對中國的這個關稅制裁 還有中興的制裁 還有這個臺灣的一些經濟現象 我覺得已經串聯成一個 我們應該可以感覺到就是山雨欲來 封滿樓 那臺灣的這個位置呢 其實臺灣應該是春降水暖壓閑枝 對 因為在中美的這個地盤的這個衝撞之下 臺灣因為他的戰略地位 因為他的歷史歷史的角色 所以臺灣其實是可以最先的感受到某些的這個震動的 那如果我們臺灣對這些震動的信息不夠敏感的話 也人云亦云的隨著西方的媒體去理解他 或是中國的媒體 對 更糟的是隨著中國的媒體去理解他 這個就是臺灣就是可以講說 還不要講說政治上的主體性 連我們經濟 連我們生存上的這個生存性 這個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想今天我想跟主持人共同來 我們共同從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比較長的歷史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那麼對於這個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 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美中兩大板塊 這個對撞 開始開關 已經壓力已經壓了四十年之後的一個開始 那麼這只是前陣 那麼接下來會是以說五六個中型的這個地震 還是中小地震交互 或者還是一場激烈的一個大地震 來結束這一場四十年來的這個的一個態勢 我覺得這個是跟臺灣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 對 那麼而且臺灣人也必須對這個裡面的信息要特別的這個留意 首先呢 我不贊成就是越隨著是隨著事態發展 我越來越不贊成 把這個美國中國之間現在稱為貿易戰 對 那剛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他會上升到經濟戰 那經濟戰就包括金融 金融戰 對 那麼我們甚至於坦白講不能排除升高到最後就是升高到這個比較軍事方面的這個戰爭 這裡呢我想跟各位就是講一個可能跟很多人都不太一樣的這個觀點 這個中國呢我覺得是就像拿破仑講的 一八多少年講的說中國是一頭睡屍 睡著的屍著 你千萬不要拿破仑講的 那麼其實中國在這個中美建交的時候就已經醒了 否則他也不會去中美建交 那麼呢 但是他醒了之後其實他一直在裝稅 對 那麼已經裝稅了四十年了 那麼然後他的統戰 他的陰功柔功實在是很厲害 老美真的是沒有看出來 你知道像民主黨的這些呢 坦白講他們都不是生意人 歐巴馬 我看在川普那個書裡面 他說他很厲害 但是他很厲害 就是說就是說美國人既然天真的相信到這個有制度自信 那麼天真的相信到說 就是民主的概念 他走到經濟之後 中國會民主化 中國會民主化 那麼我三十年前就講說不可能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這個兩三千年傳統的這個關係 那這個太複雜了 我們今天不去講到 中規來講就是說 中國這已經裝稅了四十年 現在只不過出來一個 比較精明的生意人 叫做川普 他看出來了 他看出來了 他也他沒有那個 他沒有那個偉大的那個什麼高大上的理想 用什麼普世價值 人權來跟你談 他就跟你講說 你不要再裝稅了好不好 你已經進入WTO 這個這麼多年了 你每次偷偷違規政府補貼 這個那個的 你已經在搭美國的變車 或者說搭世界變車這麼多年了 所以其實你回到正常就好了 對 川普其實現在要求的就是習近平已經講了五年了 你叫大國崛起 對就是說我要對等 原來是習近平講說我們兩個大型的新型的大國關係 什麼中國崛起 那川普講好啊 那我們就來對等 什麼叫對等呢 所以所以這次的所謂的中心事件 或者說是貿易這個制裁事件 只是川普在要求對等 那麼對等 你不但要跟WTO對等 因為川普本身也不喜歡多邊貿易嘛 他喜歡一對一的嘛 他認為一對一對美國比較有利 他說你任何國家 其實不只中國 包括臺灣 只要你跟要跟我美國打交道 打經濟交道 你就要跟我對等 你不要占我的便宜 你不能搭便車 你不能逃票 他現在只不過是對中國發出這樣一個信息 但是這一招就厲害 對 我覺得川普並不是出於什麼 基辛吉尼克森的大戰略 他就是跟你做生意說我要對等 但是一對等中國經濟就完蛋了 因為一旦對等之後 還不要講川普的對等 就講WTO的對等 那中國的政府採購要不要開放 對 那麼這個匯率就不能再干預了 那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就要增加了 那麼這每一招都是治這個中國經濟 或者說治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於死地的事 所以中國現在不敢跟美國對等 那那但是表面上又要說出一大堆這個體面的這個話來 我覺得最大的矛盾是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很多這個怎麼講 很多人還沒有看出來的 還把它當作貿易戰 或者說當作一個局部的 我看台灣的媒體 一開始大家都在講州美貿易戰 臺灣會受損多少 我說這個是完全沒有知識的媒體 大家沒分析 這個關鍵不在這裡 所以我們等一下休息 回來之後 我特別要講就是說 我一開始把它定位 這個叫貿易戰 也是經濟戰 經濟戰後面當然科技戰上來 科技戰後面其實 我剛剛為什麼一直講美元 有一天如果美元大漲的時候 全世界已經會崩潰 那崩潰看誰會得最慘 關鍵是在這裡 所以最好戲可看是明年 我相信明年的殺戮一定是非常慘烈的 所以今年其實是給大家稍微調整一下 不太會有事 其實人民幣並沒有增值 是美元貶值了 他才相對的 對不對 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再看看 在剛剛換手特別提到 也就是說現在習大大特別也提到了 他說我們這要 要開放 你看到其實那個川普現在很簡單 他就告訴你說 美中貿易已經達到五千零四十億美元 而且是存在龐大的知識產權 被盜的情況 他就一開始講這個 他說美國每一年的損失 十億千億劑美元 所以那個騙使就講說 美國經濟投降時代過了 那若使其實那個商務部長講 智慧產權才是美國的未來 所以這個是現在 我覺得這非常關鍵 等一下回來 我想全換手在這個上頭 給大家再進一步來闡述 我相信這個美國竟然端出智慧財產權 是 中國大陸在過去 我們看到山寨一大堆 我們任何一個產業 臺灣其實到最後 你如果去打大陸內需市場 像我常舉權貴的例子 最後你屬無葬身之力賠得很慘 為什麼 他要 你要遵守智慧財產權 大陸的企業不要啊 所以那個IP在中國是沒有價值的 但是IP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回來我想請換手 從這次中興通訊的 川普祭出重拳之後 給全球的影響跟衝擊 給大家做一個評估 我們這個單元來看中興通訊 你看到這是殷義銘 他在這個事件之後 那就召開記者會 那麼到今天為止 中興通訊停牌到現在 不敢重新開市 這個如果開市的話 股價不知道會升多少 現在他已經沒有辦法運作 那川普在這個地方 他抓到當然抓到中興通訊 很多的具體的證據 所以他這樣一開閘 你根本無法抵抗 現在大家在看華為 也就是說華為這次在西班牙 世界通訊他把那個場館錢包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這個華為後面 我們當然看到任正輝 但是大家知道看起來 華為是中國政府在 軍方在背負 所以現在川普 其實在今年的年初 call cam要去併 這個broker要併call cam 這個當時他租代非常高 但是川普給他轟殺了 這轟殺以後 我們就知道川普還有動作 為什麼 當時如果去併 call cam的話 好像也是順理成章 但現在後來看到川普 這樣踩剎車 現在目標有人講 從華為一直到阿里巴巴 看起來都會上榜 那這當中包括中興 現在中國要用很大力量 進來扶持他 所以這個是一顆晶片 大陸半導體叫晶片 晶片他叫晶片 那中興這次上游的廠商 其實全部都是美國的而且手有高端 他從外面採購率是一百趴 為什麼他沒有一件零組件 是他可以自主來研發 所以在這個事件之後 習近平在中國內部 他召開中央政治局委員會 特別提到他說要力促突破核心技術 但是大陸專家馬上有人又講了 他說晶片製造 美國落後中國十年以上 現在川普把所有關鍵技術 他無限上綱之外 他這種界型 包括現在看起來澳洲 英國同時都採取同步行動 所以這個回合你怎麼觀察 中興通訊事件 對中美關係下一步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是的 各位我覺得這個中興的這個事件 你從一個角度講 正印了某些人的看法 他說這個美國對中國制裁 那麼就最後班什多扎自己的腳 因為中興是跟美國採購的 那你現在美國不是殺敵一萬 智商八千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看淺 把事件看得太淺的 這個的一個層次的這個看法 那麼中興的這個事情 其實從歐巴馬時代 就已經開始調查了 並不是川普開始的 已經六七年了 是他好像有點像臺灣 那個趙鋒金的事件一樣 就警告你四五年了 結果你還屢 屢飯不改 他家裡逞花 結果你還加薪 對 那麼這個 但是呢 恰巧是因為發生在中興 那這個芯片 這個問題 一方面看得出來 中國對於芯片的這個可求的這個程度 另外一方面這個事件也曝露出了在芯片這個層次上 中國是多麼的薄弱 如果真的今天美國對中國實財實施這個芯片禁運 包括俄國也不准出 哪邊也 歐洲也不准出 其實臺灣有一則新聞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三月間美國商務部副部長來臺灣特別去看張忠謀 他們兩個到底談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看美國已經三月 他已經出手了 三月對 好的 所以所以如果美國決定在兩端 一端是比如這個高科技的這個靈魂像芯片 或者說操作系統 另外一端在這個貨幣 這個兩端一卡下去 那我想中國是這個怎麼講 可以說是會慘到不行了 芯片這個事情 因為我在中國自己這個 我在中國住二十幾年 整個他的這個芯片的這個過程 從他第一顆叫做龍星開始 那個就從聯想那個時代 是多麼的慘烈 國家真的是中心半導體去發展三十年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明顯的進展 他的國家花了多少的錢下去 而到今天我很坦白講 在高端芯片上面 就核心的可以說 我在最近一事無成 我最近在那個微信上看到一則報導 他說國家花了上兆的人民幣 發展芯片產業 但是他有六成的錢 變了去吃喝玩樂 對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 整個中國的這個社會 包括科學界包括科研界 全部向前看 也就是說這個實際上 那個投入研發熱情 像早年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 那種老一輩的科學家跟那個工程師 你知道實在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芯片自然就走拿來主意 所以如果今天中國的高端芯片 如果被被西方制裁的話 中國的戰鬥機都飛不起來 那這個太空船也未必發得上去 或者說未必能夠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是中國真正的一個心臟 現在美國開始注意到這個事 連現在每一個人 每一家公司的人被大陸挖腳 他都追蹤了 是 那這個這個我想坦白講了 美國是一個什麼比較傻 比較氣度比較大的國家 那會被弄到今天 坦白講是中國製作孽了 因為中國走得太太過分了 就是太極了 那麼這個我們上一節講到說 中國裝稅裝了四十年 這個毛澤東的這個九字冊 對整個西方的這個九字冊叫做 山拉洞 廣基良 布秤王 以為 但是他這個是模仿 明朝 朱元璋的測試 深挖洞 高竹牆 緩稱王 那個毛澤東只是把他改了一個字 叫做�ρ生王 然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 這樣就把美國 把西方給騙了三十幾年 那麼到了習近平時代 坦白講也不是他個人 我真的不願意講 這是個人的 是因為形勢比人強 富起來以後中國人買遍世界 中國人已經 他的因為跟世界經濟的 這個軌道的交流 已經交流到了這個地步 所以他的這個假造的各種經濟數據 已經很難再瞞住了 那經濟學家 我十年前就講的話 到現在就是西方的經濟學家 看出來說中國這個數字是有問題 那個數字是有問題的 然後中國的 尤其是所謂的富起來的這個中產階級 你要他們衣井夜行 就是說穿著漂亮的衣服晚上走路 他們不幹了啦 我在中國看過這麼多的高端企業家 現在很多在 現戶一大堆 現在很多在牢裡 以前的那個老企業家 明明身價千億了 還穿著布鞋 穿著大褂 住那個三星級的旅館 就是不敢顯赴 那新一代的不一樣了 他們不在衣井夜行 他要旗賀上揚州 要豐豐公 旗賀上揚州 這個認證會大計程車 在機場出來 這個很經典的照片 早期是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他現在 還是不是搭計程車 但是各位 我跟你講 比如說你看馬雲 他出現在眾人面前的時候 永遠是什麼什麼 一件白襯衫 穿得很像書生什麼 可是各位 如果上網你去查 他的這個背後的這個 我不能講腐敗 對不起 我絕對沒有那個道德 我沒有那個道德高度 不是拿道德來要求人 而是說你過一種跟你的財富相襯的這種生活 也沒有人會怎麼樣 但在中國就不行 所以所以這個這個這個 他可以請一桌飯 花上幾百萬人民幣 但是他不可能穿一件兩千人民幣的襯衫 那所以就說中國整個是一個裝稅的狀態 在國際上裝稅 在內部呢 這個新興起來的這個資產家呢 也想對這個共產黨裝稅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假面道德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裝了 那出來一個川普 川普就是一個不讓人裝的人 You are fired 所以中興這個事情呢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可以看成 就如就如主持人剛才講的 接下來的這個 現在大家講中國AI 慢慢說說 甚至於在某些方面 比如人臉辨識領先世界 但是那個人臉辨識的芯片 是哪裡來的 那麼這個事情會對怎麼講 就是接下來的 剛才主持人講的這個科技戰 我覺得會是中國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禁用華為 中興通信的基地臺 銷售了嘛 所以他已經擺很明了 最近他調查華為 在過去五年賣給敘利亞 賣給伊朗 賣給古巴 現在的交易的文件 都要交出來 回來我們看到 在中國的政治體制當中 這個其實你看到 這張圖表常用 就是川普老早在白宮 他就講 他說中國跟俄羅斯 試圖以改變現狀 尋求挑戰美國 侵蝕美國的國家安全跟 繁榮 兩國致力減少經濟上的自由跟公平增強軍力控制資訊流動 川普在他的自傳講說中國有好的中國跟壞的中國 好的中國呢 中國經濟繁榮以後 他讓人民受交易 然後讓人民到全世界去旅遊增廣見聞 壞了中國 前置自由 這個關閉媒體 關閉網路 然後他就講一大堆 他就說這一次他準備對中國要求公平 他說我知道美國也會受傷害 但是中國以奈我們 比我們以奈中國要大得多 所以他可以談 所以川普要出 要出招 好 那我想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等一下回來就來看看中國的政治體制 我想這是很有意思 我要特別請教你 稍微回來 OK 好的 好 我想我們接著下來討論 中國的政治體制 在這個民主視野當中 他把習近平當皇帝的圖片 放在封面上 那當然這個兩會以後確立任期無限制 那川普對美國開始祭出那個貿易戰 其實就在在兩會宣布這個習大大無限期 這個決議之後的第二天 所以那個時間好像選得很巧 美國 美國總統川普在進進到白宮之後 其實我看他有一段時間 對對Peter Navarro那些人是非常冷淡的 那高盛邦的柯恩這些人 其實有一段時間 他們是很得勢的 但是經過一年之後 一看那些很親中人 後來慢慢都重見弱 那原來主要關鍵說 美國有一派對中國很友善的一方 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強大之後 他會加入世界經濟的行列 變得更民主化 但是現在看起來不是這樣回事 中國變成一個霸權的國家 而且習大大的掌控是越來越強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在網路上現在你受到討論中國的事 你都會自動無限上竿會自己自我設限 台灣我常講這個兩岸是報導 是高度資訊不對稱 我們在台灣罵小英會罵到果血淋頭 但是我相信沒有人敢講中國半句壞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高度不對稱的一個 一個體制 那我想這一期你在金州看那個文章 我一找起來我就讀了 我想你特別提到就是說 以前我們看大陸 你不要講政治其他都可以 現在看起來不是那一回事 好像什麼都管 而且你吃喝拉撒都搞 都都都都都進入到你的這個 那個網路監控範圖裡面 所以這樣的一個轉變 就是說我常在想一個問題 這個政治體制跟你的經濟發展 其實其實是搭配 息息相關的 當然你說你五百塊美金 有五百塊美金的體制 到一千塊有一千塊 到一萬的時候 你還是跟五百塊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很危險的事 不然你的看法怎麼樣 講到政治體制跟這個經濟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當然在各個主義 各個國家都是都是有的 只是程度的這個不同 其實剛才主持人講的這個現象 其實我腦子裡閃過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 你講的現象台灣也有 但是這個我們留到等一下再談 那麼就是說怎麼講呢 就是說在台灣 你所謂講中國的壞話 就是其實就是說 指出國王沒有穿新衣了 那我想我算是其中的 其中一個 但是坦白講 我最近受到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麼這個 這個怎麼講 就是說政治人物在整個環境 對他不利 對他有壓力的時候 他這個會往這方面傾斜 就是說去管到別人的思想 腦子裡在想什麼 這是很自然的一種很自然的一種傾向 只是說在美國他想互相管 但是因為有競爭 有competition兩黨 所以呢就是怎麼講 那不像在中國 他因為他是一黨專政 所以他可以一條邊 一條邊到底 那麼以我在中國很坦白講這二十幾年的這個過去二十幾年的生活經驗 最美好的一段時間 大概就在這個奧運之前 08年以前 2008年之前 大概也就是一九九七九八 胡錦濤時代 到2008的這個江澤民末期 到胡錦濤那個 那個是現在回想起來是當時抱怨連天 現在想起來是最美好的 所以最美好就是說 你這個你就是你在餐館裡高堂過闊論 批評政府罵國家罵共產黨 沒有問題 這個你寫文章裡面這個也也沒有問題 只要你什麼呢 只要你不搞組織 不推翻共產黨 就沒有問題 底線是在不推翻共產黨 不搞組織 那現在呢 十年之後呢 我們看呢 現在底線已經到了什麼呢 不能妄議 妄議國勢 不能夠妄議共產黨 對於共產黨的評價 只有我共產黨自己可以評價 其他人不得議論 不得評價 你就完全照我這個新華社的通稿 我中央電視台的這個通稿去 然後呢 這個我寫了一篇 這個叫做這個 最後 最後殺死中國的 可能不是我們在這裡談了什麼了不起的政治經濟軍事 可能是娛樂你知道嗎 對 因為他現在這個禁於令啊 就是娛樂 對 對不對 把那個把那個所有的段子 段子內涵也也封掉了 把這個所有的搞笑的這個全部封掉了 因為那裡面太多牽涉到社會現實 經濟現實政治現實 所以呢 現在中國有五億網民 大概十天前那個他把這個段子內涵還有這個什麼他們這些一些這個這個怎麼講就是那種搞笑的這個頻道封徹底的封網了之後大概有五六百輛汽車開到這個這個廣電部門口北京一起鳴一起鳴敵 所以現在在中國你如果在路上聽到巴巴巴這個就是呢 就是兩輛車對降來互相巴巴巴這個就是打招呼說我是斷友就斷子友你也是斷子友 所以說這個在中國叫現在叫做滴滴滴運動 對 那麼你可以想像 所以我說我們雖然談政治經濟這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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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事情 但是老百姓的這個人民的這個生活吃喝拉撒睡好 你都管到了這個地步了 各位記不記得阿拉伯之村 突尼西亞開始 後來到了埃及的時候 是怎麼觸發的 就是穆巴拉克那天晚上不知道吃錯什麼藥 他下令封網 封網之後 結果埃及的這個魔獸世界那個遊戲打玩家太多了 所以你沒有網絡了 他就上街散步 你知道一散步就很自然的往那個廣場散過去 所以封網這個事情 就是網路這個事情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 雖然中國雖然中國現在這個信息管制 大家覺得說人臉辨識什麼東西 他可以那個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中國今天如果說 假設說明天他說 比如說停止對換美元 這是一件大事情 但是不至於造成社會動亂 但是他如果封網 一個月 你就看看 所以現在這個這個 整個這個 不只是 我們說這個習近平的這個十八大的時候 他管到知識分子的這個思想對不對 有多少七零九律師案什麼 多少人在網上那個 後來演變成你只要在微信上面拉一個群 你群組就要負政治責任 思想責任 所以我最近我們梁社長告訴我 他一個朋友在大陸的台商 他說最近手機都找不到 都聯絡不到人 他說後來人家打電話到他家裡 那個有線的電話 他說你怎麼回事 他說我手機被沒收了 他說他一三八零 後面有個八九跟六四 兩個人在一起 結果他就他就被收回去 你知道我現在 因為我在中國很多朋友 因為住了二十幾年 那麼我我現在 比如說有些笑話 有些東西 或者有一些政論文章 我這樣在微信上面 我一發那我一看就知道誰 地位高低馬上就看出來了 為什麼呢 凡是任公職的 任黨職的地位高一點 我那個信息就發不過去 你知道嗎 凡是那個小老百姓 一般人那就那就 那就還好一點 所以他這個管制 已經管制到了這個地步了 這個苦頭呢 我跟你講 就是說一般的一般的台灣人 或者說大多數的台商 這個苦頭還沒有吃到 現在其實這裡面 還有一個大的憂慮 就是說你在那個吃不飽 掐脖子的時候 你還不會掙扎 但是中國現在很多富有的人 所以你到那個手都很高以後 他經常到全世界地理由以後 他看多了 所以你回到中國 當然你會管 但是他外面你管不住 這個其實你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 你如果還是這種管制無限上綱 他只是害怕 但是我相信那個兩隻腳走的 像香港 香港本來是很自由的國度 現在香港開始變掉了 這個這個其實越來越麻煩 這個中國從這個外匯管制 現在到現在的這個網路管制 他的下一步一定是這個 一定是這個移民跟這個 管的 怎麼講 國外觀光 就是外出的這個管制 這一步非走不可 因為上網的人五億多 但是坦白講 中國現在每一年出國旅遊的人 也有一個億了 是啊 幾年下來就不得了了 所以這個他是非管不可 只會更嚴格 不會更鬆綁 好 在這樣的情勢下 我們保留一點時間 讓你談一下 在兩 中美高度對處的情況之下 臺灣到底如何自處 臺灣人面對這樣一個大的情勢 我們未來到底怎麼辦 我這個要特別請教你 好不好 稍後回來 好 好 我們看到在最近的兩岸的情勢 你看大陸那個演習 那個航空母艦或者戰機 都在臺灣的島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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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那不斷地在傳說 看起來兩岸關係更緊張 我記得去年 我請那個明居正到我們公司去演講 那個明教授說 在習近平的整個大議統之後 兩岸關係會趨凡 會對臺灣會更友善 那這個我有一次 我兩次跟宋主席到APEC 那宋先也特別提 他說現在他因為內部的張力很大 所以他必須對臺灣保持一個大的壓力 但是他等到他權力大一統之後 他對臺灣關係會有比較大的改善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都沒有朝這個路來走 你的看法 我覺得如果兩 如果兩 一兩 一兩年前講這個話 確實是有他的客觀的一些基礎 但是現在已經看得已經很明顯了 首先那麼萬一 習近平並沒有一拳大統在握 而且我覺得這個在 他這一任內都不會真正的所謂的大統一拳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確有一些對臺灣 形勢比人強 中美現在進入了這個對創棋 板塊對創棋 在這個裡面 臺灣能夠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說你會被中國跟美國都互相拿來用作棋子 但是你本身的能動力是非常小的 臺灣的槓桿能不能像北韓這麼大了 金正恩把那個槓桿發揮到無限大了 不可能 所以金正恩現在嘴巴裡講說棄核 事實上他是不可能完全棄核的 因為那個就是他的槓桿 沒有了盒子 他就沒有了褲子 所以呢 這個 那那麼臺灣是在這方面 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的 所以呢 我覺得臺灣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中美板塊對創 這個是一定創的 各位 而且這個對創可能會有十年 五年 七年到十年 想說貿易戰 你說這樣 文努勤現在去大陸 他說兩岸關這個什麼 中美關係好起來 沒那麼簡單 沒這回事 那麼中美兩個板塊對創 有四個可能的對創點 這兩個板塊 一個是什麼呢 南海 再來是東海釣魚台 再來是這個臺灣海峽 那麼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個可能是這個中日之間的這個關係 反正都是在這個沿海嘛 低島鏈的這個這一帶 那麼臺灣只是四個可能點之一 目前我個人的判斷 臺灣是排在最後的 是末段班 是末段班 那麼臺灣呢 我覺得現在千萬順勢而為 不要插隊 不要強出頭 不要強出頭 那小英個性也蠻符合這個的 對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可以來談一談 等一下 我想我們這個先進個廣告 回來之後來看看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在中美板塊大激烈的對沖的情況 臺灣的領導者 包括臺灣的商人 有沒有 是 我們九零年代 很多人到大陸賺大錢 現在呢 看起來我在想 那個情況跟當年是不一樣了 現在大家要有一個新的想法 會吐回去一部分 這個等一下回來 我想在最後的單元 我們請換手 來告訴我們 未來臺商的佈局 包括臺灣的領導 領導人 面對這樣的情勢 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應應 好 我想特別請到換手 我們今天時間非常有限 你看一九九零年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 是臺商進入中國 是一輩子當中 看到最大的記憶 你如果在那個時候 知道進入中國 那個簡直轉翻了 現在看起來 我看情況已經開始轉向 現在面對這樣的一個激烈的 一個中美對撞的關鍵時刻 我們一般的民眾到底 包括臺灣的政治人物 我們對這一局應該要怎麼看 我覺得臺灣的這個政界 還有這個一般的人民 一定要有一個認識 就是我前面所講的別插隊 我們現在在四個政央的可能政央中 我們排在追末 別插隊 但是這裡要特別註解一下 一般人聽到別插隊會生氣 你知道他就說你怕中國什麼什麼 各位這個別插隊 不是只插中國的隊 你如果插隊也是插美國的隊 美國也有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地板塊移動的這個方向 跟這個這個節奏 中國也有 你現在插隊你是在惹兩邊咽 所以別插隊順勢 所以我們躺著就好 就好了 就是說有一句話說 在哪裡跌倒就要在哪裡站起來 但是我有一位這個原住民的好朋友 告訴我說原住民把這句話改為說 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躺好 躺好 那麼這個並不是失落的表現 那麼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小英總統 小英總統現在我覺得他的這個任性耐性是夠的了 他的方向應該也是也是對的 但是很抱歉我必須說臺灣現在那股有一股很強大的力量 毒敗 或者說這個比較極端的這個 他逼著小英政府要插隊 包括這個奇怪的 包括小英自己身邊的人對不對 也有這個動作 也逼著他插隊 那麼你要知道 那小英的個性跟他知道他不能插隊 所以怎麼樣我這是我個人的解讀 如果得罪了任何人請原諒 所以小英只好怎麼 只好放任了臺灣國內的一些事件的燃燒 那就是最近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了很多 你比如說藍綠之間的這種對抗 把這個壓力把這個這些人給他的這個插隊的壓力 轉移到臺灣社會內部 這等於是自殘你知不知道 也就是說各位你覺得中國跟美國會關心臺灣社會內部自殘嗎 你們內部自殘到死都不干他的事 他是大板塊的這個移動 所以我們臺灣人千萬不要傻 我也真的是這個希望各個現在在給這個 就是說我們這個目前保持這個保持這個不動 這個隨著形勢而動 不主動的去插隊這件事情 而且對這件事情上施壓力的人 我覺得要好好想想 因為你也是在插美國的隊 你不只是在插中國的隊 同時這個所帶來的臺灣內部的這個自殘 就好像老習獲得中共受到了外部壓力的時候 他也會把這個 試圖把這個外部壓力從在他的社會內部來 來這個怎麼講轉移轉移一部分 那所以在這裡毛病一樣 我這個坦白話 臺灣也是把這個外部的壓力轉移到社會 轉移到社會 在中國轉移到社會就變成說是管你吃喝拉薩稅 在臺灣轉移到社會後果就是什麼 因為你民主自由了嘛 大家那倒是互相砍了 就互相呢 就互相互砍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是世界大局 中美大局跟臺灣內部的這個政治 還有這個人民的心理 我覺得這個之間的互動性 關聯性 這是我們需要警覺到 好 非常好 我想這個 我在訪問很多人當中 其實患仇先生是我非常欽佩的對象 他經常能夠在大家一片混沌當中 幫大家理出一個非常好的頭緒 所以我今天從一開始談到現在 受教了 所以我得到很多 我相信今天如果仔細來聆聽 患仇先生的觀點的人 我相信收穫豐碩 今天再次感謝患仇 所以我今天沒有安排別的來賓 讓你一個人很暢快的 談到底 所以我想今天 我們大家上這一課 非常有價值 今天謝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通常會觀賞 來自我 不可以 按下 56 我們下 Rico 我們下一個往前 所以我